另外的财经焦点来看到 本周二有两件大事 一是MSCI公司将于6月21号宣布 是否将A股纳入基准指数 那么另一件大事则是鸿海为首的 电子与传产重量级股东会第二波高峰登场 董事长郭台铭如何看集团发展景气动向 甚至是对政府建言 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各位股东还满意吧 满意啊 去年鸿海股东会上 台上的郭台铭和台下的股东们笑得多开心 今年鸿海依旧挂保证 肯定会让股东满意 是否会祭出史上最大股东回馈 答案本周四件分晓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鸿海美股将配发现金股利4.5元 换算现金股利收益率有4.3% 随着苹果i8订单即将量产 下半年营运逐步进入高峰 近期三大外资也纷纷看多鸿海 卖隔离证券更罕见的用226页大报告的篇幅 将鸿海未来12个月的合理股价 从150元调升到200元 制造业永远不会没有 它是实体经济 最终端的消费者永远不会没有 因为它是客户 用物 所以我们会从零组件到用物 直接打通的任督二脉 用我们的网络 用云端 除了集团本身营运展望 市场今年更聚焦在夏普的营运 以及强标东支半导体等新事业的进展 另外像是美国制造 印度计划等新市场投资规划 也是股东关心议题 挪威中央银行投资持股的主权基金 也押保鸿海集团转型效益 出现近五年来投资持股成长最快 董事长郭台铭如何看待集团发展 紧急动向 甚至对政府提出的建言 都是市场的关注焦点 鸿海并购夏普后 透过控制成本带动夏普转亏为盈 也切入高毛利零组件 如智慧机镜头 OLED 半导体等 有利未来拓展智慧家庭市场 而其他PC大厂 像是何硕 宏姬以及仁宝 也都在本周召开股东会 市场聚焦 营运转型最新进度 以及下半年的景气展望 而宏姬全球总裁及执行长陈俊胜 预料将在股东会后接任董事长 接任后的规划布局 也是市场的关注焦点 经常也在电视综合报道